为推动企业数码转型 吴国目前共调派了约400名的数码大使 到小贩中心 鼓励小贩摊主采纳无现金支付模式 人数比上个星期多了一倍 目前全岛112个小贩中心里 超过一半的宣导工作已经完成 数码大使走入小贩中心 向摊主解释如何采纳无现金支付系统 并聆听小贩的顾虑 那些年长一辈的 他们就比较难 有一些没有那些软件 有一些就怕不会用或者不失智 也有一定它的困难 但是大致上的小贩都可以接受 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文表示 数码大使计划取得显著进展令人鼓舞 即使你是判断 即使你是年轻人 即使你是社会 即使是大型地区 即使是大型地区 即使是在技术或技术中心 我国希望这个月底前 招聘1000名数码大使 完成在全岛112个小分中心 和施巴沙的宣導工作